好,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第11章的历界 part1的部分 方程式3x平方 减14x减80等于0 它的解极是多少 一般来讲 我必须要讲说 我们这一章能够做音试分解的 我们尽可能做 能够做音试分解的尽可能做 然后呢,不能够 我们才做公式法或者是这个配方法 其实我也不太鼓励做配方法 因为尤其像你看配方法呢 它其实是步骤蛮多的 像这里啊,你看它的那个 你看它,单单看它选项 好像都是有理数 什么是有理数呢 就是没有根号的出现 基本上就是有理数 所以如果是有理数 几乎都可以用音试分解做到的 OK,像这一题的话呢 我们的做法呢 如果我们把3x平方 3x平方拆的话呢 应该是拆成3x和x 这个应该没有其他方法拆了 然后呢,负80的话呢 可能就会比较多 你可能就讲说除以2等于40啦 再除以2就等于20啦 再除以2就等于10 再除以2呢,就会等于5 所以这里呢,你就要看一下要怎样凑 224 20乘4的话 好像不能了 10跟8 因为它还要乘3 20,然后呢,这个应该要互减 这个好像有点太大 326的话呢 326好像也不行 10,224,428,826 跟15好像也看不太近了 然后我可以偷看一下你的答案 这个是8 如果是8的话应该是-8跟10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38-24 这个呢 就会得到正的10 加起来就会等于-14 OK 所以呢,就会得到说它应该是3x加 3x加10 乘3x减8 等于0 然后呢,你的x就会是等于-3分之10 或者8 当然我也必须要讲了 当那个数字 有点大的话 也可能比较难看得出来 对吧 所以这个呢,也是同学们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因子分解 虽然我们知道它可以 但是呢,找来找去找不了 所以这种情形要怎样呢 你可以用公式法 我会鼓励用公式法 好过这个 我们看一下基盛者做的那个配方法 首先它3个都除以3 也去掉那个3 然后呢,把常数拉去对面 加中间一半的平方 3分之14的一半就会等于3分之 3分之7 但是它写6分之14 当然6分之14过后呢 你应该要知道说它可以越减的啦 越减3分之7的啦 3分之7 3分之7 所以呢 就可以得到x减3分之7的完全平方 而这边呢,33得9 7749 对吧 应该是9分之49 这个通分就会变成9分之240 所以加起来应该是289 除以9 过后289除以开根号 289好像可以开成17是吧 所以它应该是3分之7 所以它应该是3分之7 增负的 OK 增负3分之17 看到吗 在这边 所以呢 你没有越早越减的话 像这里啊 原本应该是3分之7取平方 你变成6分之14平方的话呢 那个数字就会大很多 OK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是看 我是有越减了 再取平方的话 数字会比较小 而且29 289开根号 还看得出来是17 3分之17 增负 然后呢 这个减拿过来变加了 对不对 然后呢 17加7 得到24 24除以3得到8 负17加7 得到负10 除以3 所以简单来讲呢 你的做法呢 是对的啦 OK 是对的啦 只是 用配方法 会长一点 OK 再来看一下第二题 填一圈呢 以上皆非 但是这一个的话呢 2x平方 拆成2x成x 负3呢 拆成负1成3 这个5x呢 我们交叉成 这个是得到6x 减1个x 得到5个x 所以应该可以因式分解变成2x-1 还有x加3 所以我们x等于负3 还有1分之1 所以答案应该是A 所以这题的答案应该是A 第二题答案是A 第一题是E 第二题是A 第三题 这个解方程式 郑宇呢 也是一样呢 跟 跟谁啦 跟这个 激胜 做了这个配方法 主要呢 这一边应该也 感觉上应该也不用 而且这个是负8 了 刚才那个还是80 还要更 比较复杂 这个负8 应该是没什么 不会说太难 对吧 3x平方拆成3x乘x 然后这个的话呢 要么就是4 要么就24 应该是432 432 然后呢 减2x等于10x 所以这个超简单的 3x-2 还有x加4 可以等于0 x就会是等于3分之2 或者是负4 答案就出来了 看到吗 所以如果可以用 应试分解 尽可能用 我们来看一下 郑宇的 配方法做到怎样 他把8拉过去 除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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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中间一半 就是三分之五的平方 三分之五的平方 就会得到九分 九分之二十五 乘3乘3得到九分之二十四 二十四加二十五 就会得到四十九 九分之四十九 你会看到你有很多步骤是多余的 对吗 刚才你看 如果是我做 我就乘3乘3 心算一下 这个二十四 这个二十五加起来四十九 我直接跳这边 开根号 四十九开根号变七 九开根号变三 直接跳这边 过后呢 在减这个三分之五 减了 是减了 减三分之五 所以呢 如果是减三分之五 加三分之七 你就会得到三分之二 减三分之五 减三分之七 加起来减十二 除以三 所以是负四 所以做得出来了 答案是对的 只是第一个问题 因为你做配方法 就会比较长一点 第二个问题 自己有点大 第三个问题 你有点太啰嗦 有些步骤 像这里 直接你 主要你做错了 因为有没有除到二 然后呢 我改了之后呢 你就再重招一遍 所以这个是 有点多余的步骤了 然后乘三乘三 你可以直接做嘛 有些东西 你可以直接做 然后呢 心酸的 alright 所以大13是这样子 算是不错了啦 至少说 也是做到出答案来 第二 第四题 第四题 这一题的正确做法呢 我们要把X 展开进去 就会得到X平方 减5X 把66呢 拉过来 就会变成减66 所以这个怎么因式分解 X平方明显就是X乘X 好 减66的话呢 应该是6乘11吧 应该是减11加6 然后减11加6 就会得到减5X 所以我们因式分解应该是X加6 还有X减11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X等于负6或者11的 给负6或者11答案是donkey 答案是donkey OK 那个做法不是很对的 我也不想到你在做 你是 你好像是靠try and error吧 你放了11 乘11-5 是等于6 6乘11-66 所以你应该是try了11对吧 所以11应该是你的解啊 所以答案呢在这里啊应该是donkey的这个 只有donkey这个有10亿 其实负6也可以 因为负6-5等于负11 这个是乘负6 负6乘负11负负得正也是得到66 所以负6会有两个解啊就是这个原理 alright 但是呢我们不要用这个try and error 有时候try不到怎么办 所以我们正式的做法呢是做那个因式分解 所以这个因式分解的那个交叉 因式分解的那个技巧呢请 练手来 一行把7X平方 加-15X加2 拆成X乘7X 还有-2乘2-1 交叉成得到-14乘负X 得到-15X 所以这个应该没问题 所以是X-2乘上7X-1 X就会等于2或者X等于7分之1 2或者是7分之1答案是1 一行就做到是算是相当完整的一位了 OK 没有什么东西好挑剔的 就是这样子 OK圆如也是一样 这题3X平方-2还有5X 3X平方拆成X乘3X -2呢拆成2乘1 交叉成得到6X -X得到5X 所以呢因式分解变成X加2 乘上3X-1等于0 所以X就会等于0的话 X就会等于2 3X-1等于0的话呢 X就会等于1 3分之1 所以两个解也出来了 X等于1 3分之1或者是2 非常好 这一题好像做错了一点 前加后乘前减后等于前平方 减后平方 所以这个应该是减9了 减9拉过去的话呢 你应该就会得到X平方 减9加 呃拉过去就变加9了 9加7就会等于16 16开根号的话呢 就会得到正负4 所以答案呢 应该是boid 好 一题提担心过 因为你这个位置错 呃 你主要你做到这样子的话 你放了加嘛 这个拉过来减 你会发现到 你拉这个2过去的话呢 就会得到负2 X平方等于负值的话呢 就5解了 好 所以你会算到5解 你会卡在这边 但是事实上这个第一步 公式非错 所以造成这样的问题 OK 这个题型 X减1乘X减2等于6 虽然看起来好像得到 得到了那个 好像感觉上已经得到了 平时分解的东西 但是问题是这个是6不是0 这种题型的话呢 我们重新要展开它 X平方减3X下2 把6拉过来并减4 所以呢就会得到X减4 X下1 减4加1等于减3 所以X等于4或者是-1 这一种 就如果比较简单的 有时候我也没有列那个指示的 OK 这个应该看得出来 -4 -4加1等于-3 这个应该是蛮简单 OK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C 第8题答案是C 第9题这个也是一样 这边是7 不是0 所以我们要重新展开 X平方加5X-X-5等于7 然后你没有写等于7 你没有写等于7 你没有写等于7 你会做不出来的 然后X平方加5X-5再-7等于0 所以你看啊 如果我重新的 Combine在一起 应该是X平方加4X-12等于0 当然在这边-12 因为这个是1-1的 1-1 通常X平方如果是1个的话呢 就这个很明显 就是两个都是X 然后这种呢 我一般上也不太需要呢 做列14的 因为6 6 正6-2就会得到正4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X等于-6 或者是2了 -6或者2答案应该是1 第9题答案是1 不是这个 OK 再来这一题 我做了错 这个有平方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样的情况 你要展开它 然后呢 再重新的再看一下 可以不可以 可以怎样的因此分析 这种完全平方 你应该要很熟练的 就是前平方加两个前层后 加后平方是1 所以X平方加2X下1 再来另外一个呢 也是一样X平方 减两个前层后就是6X 再加339 就会等于26 你就相加得到2X平方 减4X 这里加10 拉过来减 就会得到减16 可以三项都可以除以2 我们就会得到X平方 减2X 减8 等于0 这个X平方的系数是1的话 一般我也不列指示了 明显是-4加2 就会等于-2了 对吧 所以我们的X呢 应该是4 或者是-2 当然是B 你做了什么 我看不太懂 OK 2X平方 加10 减7X 好像错了 因为是加2跟-6 是吧 加2跟-6 不是-9 是吧 两个减真后 应该是-6 所以这个呢 就会做 2X平方加10 是没错了 但是这个不是-7 应该是-4 过后呢 要等于26 所以你26又还没有拉过来出 所以 基本上第一步就做错了 OK 好 再来看这个呢 也是一样呢 没有0 所以我们要重新展开 X平方-4X-X 加4 等于5 X平方-5X 4-5 得到-1 这个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呢 没有办法 怎样 凑都好 好像都没有办法 凑到 那个-5 出来 对吗 -1 -1 这个是1 怎样成都好 我都不可能得到-5 所以这种情形呢 我们就可以用 可以用什么呢 可以用 配方法 一行是做的配方法 把1拿过去 加中间 5的一半是2分之5的平方 加2分之5的平方 所以左边就会得到X 2分之5的完全平方 右边就会得到1加4分之25 你可以看 看成4分之4 就会得到4分之29 开根号 开根号 开根号放正负 4开出来变2 29就呆在里面了 然后呢再把那个加5拉过来 所以你的X呢 就会得到 5加减根号29 除以2 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问题来了 他要这个X-2乘X-3 所以如果带 呃 正的 正的 或者是负的 一起带的话 通分就会得到5-4 这个是1 这是得到5-6得到-1 ok 就是得到前平方 减后平方 就是29-1 得到28 28除以4 得到7 所以自己固定是7了 有没有其他方法呢 呃 减2减3 嗯 我懂了 你不需要找到X出来 你不需要找到X出来 你放着这个X平方-5等于1 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你这边展开 你会发现到它是X平方-2X-3X加6的对吧 所以它其实是什么呢 X平方-5X加6 X平方-5X 我们这边得到1了 看到吗 1加6等于7 是不是快一点呢 啊 所以有时候哈 不要呃 不要硬邦邦的啊 一直觉得说要找到X出来 啊 因为这一题你看 找到X 那个X还有根号在那边反而更加复杂 更难算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保留成X平方-5X等于1 啊 这更加容易啊 因为这边 刚好又有这个X平方-5X 啊 的出现 OK 所以这题啊 我建议是这样子 好 取巧一下 好 再来这一题 你会看到呢 X平方加X加1等于0 那如果这一边的话呢 就是1,1,1的话 我把它拆成 X地方 加X平方 加X 因为它两个的话呢 就是我分成两次的 这样子 大家看 OK 就这里的话啊 这个3好 我也把它拆成1加2 看 意思是说我把这个拆成两个 这个拆成两个 这个拆成1加2 好 然后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到这一个 这三项 如果我把X收出来 它就会得到X平方加X加1 再加上这个X平方加X加1 再加上2 是吧 那就可以写成这样 但是呢 因为这一项为0 0乘X也是0 这一项为0 好 然后呢 最后呢 你就会剩下2 所以这个值呢 啊 就可以得到 等于C了 当然有些同学就 看到这个呢 很自动的就觉得说 啊 我是不是要找出X来 啊 这个的X呢 也是一样像前前面那一题一样 它是 无理式的 甚至好像是 虚数的 好像有虚数的出现 OK 这题啊 啊 这样子来做就可以了 OK 好 再来这一题解方程 右边这里是12啊 不是0 所以我们要重新展开 对吧 展开的话呢 左边展开得到X平方 减2X 减3X 我可以跳过一下 变成减5X 3 2 得6 复复得正 等于12 拉过来 减12 6 减12 就会得到-6了 OK X平方-5X-6 因式分解应该可以看出来 它是-6加1 等于-5 对吧 所以我们的X呢 就会等于6 或者是-1 6或者-1 答案是7 第15题答案是7 好 再来看这一题 你把N抽出来 你就会得到N乘N-1分之1等于0 所以这题其实也很简单 N等于0或者N等于1分之1 大统造成 0或者1分之1 答案是1 第14题 答案是1 这一题也是一样 右边是35不是0 我们要重新展开 前加后乘前减后 刚好是前平方-1 后平方 然后呢 这题的话呢 X平方 因为它X平方-1 这个-1 然后去变加1 X平方就会等于36 36开根号呢 就会等于正负6 对吧 所以答案是A 第15题答案是A 第16题 我们把X称进去 我就会得到7X-2X平方 等于6 我们一般上X平方前面的系数 我们不喜欢有负的 所以我们把左边这两项 移过去右边 我就会得到2X平方-7X加6等于0 如果你不懂得要怎样猜 你可以把2X拆成X乘2X 你把6看一下可以拆成多少 这边要得到负7 这边要得到负7 应该这两个都是负8 对不对 然后呢 224 4加3等于7 对吧 这个就会得到负4X 这样子很多话 就会得到负3X 所以我们就可以因式分解 变成X-2乘上2X-3等于0 X就会是等于2 或者X等于2分之3 答案出现了 第16题 第17题 这个也是类似的形形 右边不是0 所以要重新的展开 X乘3得到3X 减去X平方 减3再加X等于负8 我一般上直接跳这一步 过后呢 因为3X下X得到4X 负3加8 就会得到负 OK 然后呢 我的习惯呢 不喜欢X平方前面有负的 我会把它变成负 负负 因为正负负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又是一次方 好像比较容易猜 这个就是负5 再加1 对负5加1 就会等于负4 所以X等于5 或者是负1 之前我讲说有遇过类似这样的情形 是谁 我也不懂 我忘记是谁了 他好像一行这样子 照样可以因识分解 把负X平方 拆成X乘负X 把5拆成1乘5 交叉成得到5X-X 得到4X 又这么小 可以 所以他就会得到X下1 乘上负X加5等于0 X就会是等于5 或者是负1 所以答案呢 还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到X平方 前面的系数是负 照样可以因识分解 也是没问题的 alright 再来看第一题 如果α和β是这个方程式的解的话 求α加β跟α乘β 我们把6乘进去 再把13X拉过来减 再交叉乘因识分解 负4-6 负4X-9X 就叫负13X 就会得到3X-2乘上2X-3 所以X就会等于3分之2 或者是2分之3 两个相加呢3分之2加2分之3 就会得到6分之3 两个相乘的话呢 越越越越越就会得到1 OK 它的α加β等于6分之13 α乘β是等于1 过后呢 他就讲说 如果我今天 有α加α-1 跟β-1 为新的解的话 我的那个方程式会长什么样子 主要是这样 如果我的α 之前讲了解了α 假设α是2分之3 2分之3-1 就会得到3分 2分之1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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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错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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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的β 如果是2分之3的话 我的β-1 2分之1 会得到3分之1 如果我的解是1分之1 我拉过来 应该是x-1 对不对 如果我的解是1分之1 我输过去 就会得到x下3分之1 所以我倒转从答案呢 我们推算那个 因子分解的format 大概會长这个样 如果我这边乘3 他就会得到3 这边再乘2呢就会得到2x减1 然后呢再进行展开 我就会得回那个方程式了 3 2的6x平方 减3加2得到减x 加1乘负1得到负1等于0 OK 大致上是这样子了 当然这个方面这一题啊 老实说呢 它是现在高中的课程来的了 然后呢它有另外一个方法 有另外一个方法做的了 OK 再来看这一题 x平方加x平方分之1 这一题要怎样做 如果我从这一边 当然有一个做法呢 你可以去找x就来了 OK 我们这里哦 好像OK哦 我们2x乘负2就会得到负4 负4加1就会等于负3 所以我们的x呢应该是负2分之1或者是2 对吧 这样我的x平方呢 就会等于4分之1或者是4啊 也就是说它是4加4分之1 even这个放过来就会是4分之1加4 所以它其实就是4加4分之1 我通分的话呢 就会得到4分之16 再加4分之1 所以答案应该是4分之17 这个是找出x来的一个做法 如果不找出x来呢 我们有另外一个做法是怎样做呢 我把3x拉过去 2x平方 减2得到正常x 我每一下呢 除以x 我就会得到2乘x 减2除以x等于3 我再把两边取平方 把2抽 2抽出来变4 所以就会得到x 减这个的完全平方 等于339 有什么用呢 这个展开一下啊 它就会得到前平方 减去两个前程后 再加上后平方 这个拉过去 得到x平方 加x平方分之1 减2 会等于4分之9 这个减2拉过去加2 你就会得到x平方 加x平方分之1 就会等于2的话呢 就会得到4分之8 再加4分之9 就会得到4分之17 一样的答案 对吧 下面的这个做法呢 会比较特别一点 然后我们凑一下 凑成x减x分之1 取个平方 这个x平方 加x平方分之1呢 就会出来了 看到吧 OK 大概是这样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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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